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密室逃脱科幻片迭代 影片主要讲述了女主沙里被困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只有她一个人 她必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通关才可以进入下一个房间 就如同密室逃脱一样,但是她每次的时间只有60秒 60秒时间一过就会重新开始,如此反反复复下去 就这样,沙里开始了无限的循环模式,只想逃离这个可怕的白色空间 一面开始,女主沙里从一个满是白色的屋子里醒过来 这时听到有广播说,时间还剩下60秒 这时沙里有些口渴,就伸手拿床头的一杯水 但是水杯不慎滑落,砸到了地上 这时沙里起身观察这个屋子,发现这个屋子没有屋底 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墙壁 沙里发现在地上有一个圆盘,脚踩上去圆盘会变凉 这时广播开始了倒计时,三二一 时间一到,沙里直接晕了过去,倒在地上 等沙里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床上 就如同60秒以前的样子 广播说,第二次迭代,60秒开始 这时,床头的水杯无故的自己摔在地上,吓了沙里一跳 沙里一脸懵不知所然 这时沙里开始敲门呼救,但是没有人回应 这时沙里发现一个自己的影像在重复自己第一次做的动作 这时60秒的时间到了,第三次迭代开始 这个时候沙里好像明白了自己在经历了什么 他突然回头指向杯子,杯子果然如第一次一样掉在了地上 他第一次踩圆盘的时候,门上的绿灯就亮了起来 他明白这是出去的办法,于是在门口等待这个时刻 果然沙里出来了,进入了第二个房间 沙里刚进入第二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从上面就飘下来好多气球 而门口的一块海绵上面放着一根针 沙里觉得应该是让自己扎破所有的气球 于是沙里一次又一次的扎破,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迭代 但是这些气球是根本扎不完的 为了精疲力鉴的沙里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当他再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 一个气球落地的声音轻碎有力 他看了看门上的钥匙孔 认为这个气球里一定有钥匙 就这样沙里打开了大门,进入到了下一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中居然有一棵参天大树 手下还放着一把斧子 按正常的思维来说 应该是用斧子砍断大树就可以出去了 于是沙里拿起斧子砍了起来 在这个房间里,沙里面对如此粗壮的大树 用了很多次迭代还是没有砍断大树 而且他发现大树在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自动复远 正是沙里很失望 甚至一度放弃了自己 在一次迭代中直接躺在床上不起来 求生欲还是战胜了自己 在一次来到了房间中 看着手中的斧子和面前的大树 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气之下直接将斧子丢了出去 斧子砸到了墙壁上 发现墙壁很脆弱 并不是坚不可摧 他仿佛发现了新大路 用力的砸开了墙壁 进入到了另一个房间 此时对面墙壁也有人砸开 一个男人钻了出来 两人相识一眼相拥在一起 这是60秒的时间到了 当两人见面时 沙里说自己用了16次迭代 男人说我用了62次迭代 于是两人开始了下一轮的逃脱之旅 镜头拉开 原来像他们这样的逃生者 有很多很多 有无数个这样的白色的房间 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求生 影片结束 影片用了十分简单的剧情 来还原当时的场景 时间更迭和迭代 是贯穿影片主线的时间轴 一次次的重复 一次次的迭代 都是为了下一次逃生和被困做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